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今天也是一位台湾小伙伴投稿的视频 不过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红牛跑玫瑰之链这张图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跑法在第一圈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对弹射这一块也是比较的自信 对于我而言在这么大的弯道弹射还不用双杀的 我觉得都是狠人 看他的跑法都是出弯特别的快 不想就是说在弯道损失太多的速度 出弯后就是直接硬拐过来就完事了 我们看他这里这个断空飘也是用的非常帅 这里下来还能再用个断空飘 我看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跑的 他们都是提前踩刹车 然后一个进阶ECU过去的 也不知道这个断空飘是否用起来更快一些 或者说只是看起来比较帅而已 那么这一位小伙伴当初玩这个游戏的原因 是因为有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 然后看到他们在玩起这款游戏 当时自己也想下来玩 可是发现服务器根本挤不尽了 可想而知这个游戏在那个时候还是很火的 后面自己也玩得挺厉害了 也就开始拍一拍视频 想让更多人学习一下自己的技巧 之后也是结交了许多的朋友 所以哪一天这个游戏真的做不下去了 但这绝对是他一生不会忘记的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存在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要是可以的话我愿意一直玩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